总统出来了 卸下总统职务 蔡前总统回到敦南寓所 还大方提着两只爱猫 出来跟媒体大招呼 总统有没有如智丛富的感觉 露出灿烂笑容 看来蔡英文这肩上重担 真的卸下不少 相较上午在总统府穿的套装 现在换上宽松蓝色衬衫和黑裤 有去买电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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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用的电器买了吗 与媒体简短谈话后 蔡英文挥挥手 又亲自拎着爱猫返回住所 脚步轻快 不难看出她的好心情 不过在大睡三天三夜之后 蔡英文也要面对 如雪花般飞来的各国邀约 包含日本及欧洲 捷克立陶宛丹麦等国 都对蔡前总统提出邀访 据了解相关进度都还在谈 尚未确认何时出访先到哪里 而在大安区的卸任办公室 也正积极整修准备进驻 就了解蔡英文卸任办公室 未来除了成为英系成员重要聚集地外 也兼具国际智库性质 将着重筹办与国际各界互动事项 至于卸任后 根据卸任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 蔡英文可想每个月25万礼遇金 但蔡英文兑现年改承诺将领公务员 月退上限8万6千多元 等于自砍16多万 换算8年就有1500多万元捐作公益 蔡英文时代画下据点 不过她在政界的影响力将持续下去 蔡英文华星成和志德侯采用台背 怎么了